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是一个叫做 销色差 双胶和光学透镜的系统 能够有效的去解决色相差的问题 另外还有双面BBAR 宽带减反膜 听起来好像特别牛逼 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减少镜片的反光 也就是增加光线的透射率 然后在镜片外圆周涂了消光的黑漆 所以整体上它能够提供更高的清晰度和迷人的胶外虚化 并且减少重影和旋光 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一下最近对焦距离和工作距离之间的差别 最近对焦距离指的是被射物体到胶平面的距离 也就是到CMOS上的距离 我们在相机上都会有一条线 这条线就是CMOS的位置 那么工作距离指的是被射物体到镜头前端的距离 这个距离要比最近对焦距离要小 有的时候当你离得很近去拍摄的时候 镜头有可能会除到你的或者说很接近你的拍摄物体上面 当我们把这个镜头安装在长焦镜头上之后 工作距离就会缩短到22到30公分左右 也就是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才能够合焦 所以在小于22厘米或者远于30厘米的距离上 是完全对不上焦的 此时需要调整相机与被射物体之间的距离 这点是需要注意的 我们比较推荐的是70到300毫米左右的焦距 你可以使用这个焦距范围内的变焦镜头 或者是定焦镜头来进行拍摄 所以大家手边的70到200毫米 70到300毫米 甚至包括85、135毫米 这项的人像镜头都可以用这支镜射镜 让它变成一支微距镜头 它的口径是77毫米 也可以通过转接环 转接到72毫米 甚至是更小口径的镜头上来进行拍摄 在70毫米端 它的放大倍率差不多是1比2 在200毫米端 就能够达到1比1的放大倍率 意味着拍摄的物体 在成像平面上和实物是一样大的 如果你使用的是300毫米焦距的镜头 那么放大倍率可以达到1比0.7 也就是差不多1.5比1这样的倍率 这样的比例也就意味着你所拍摄的物体 在CMOS上的成像比原来的物体大1.5倍 这个很有诱惑力 有些细节就可以被放大的非常的清楚 好我们来体验一下这支镜射镜的效果 首先使用一支70-200mmF4的镜头来拍摄 这支70-200毫米的镜头 最近对焦距离是1米 我们直接测量一个更加有实际意义的数据 就是倍摄物体到镜头前端的距离 现在量下来差不多是1米2左右 然后我们装上了这支镜射镜 我们可以看到镜头前端离开倍摄主体距离 差不多是22-23厘米左右 拍摄距离被大大的缩短 那么拍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左边是不使用镜射镜拍摄的效果 右边是使用了之后拍摄的效果 右侧的这张照片我们使用了速购图来拍摄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放大的倍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另外就是光有放大倍率 其实对于微距拍摄来说也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成像质量 那么我们把这张照片放大来看一下 焦点部分的锐度 这个画质是非常可以的 并且焦外虚化的部分也非常的柔和 看起来很舒服 这些都应该归功于两片的消色差镜片的结构 其实镜射镜有很多种 但是品质高的并不是特别的多 也许有人会问镜射镜和真背镜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真背镜是加在镜头和机身之间的 放大倍率也会有所提升 但通常不会达到1比1的高放大倍率 并且会损失一档到两档的光圈 镜射镜则是装在镜头前面 不会缩小最大光圈 通过减少对焦距离的方式增加放大倍率 拆装也比较的方便 我们再来看一种昆虫的对比实拍 我看到拍这些小昆虫的时候 200毫米是远远不够的 拍出来的物体非常非常的小 也许有人会说 反正现在相机的像素都非常高 我可以裁切啊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这是一种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性 但是我们和镜射镜去做一个对比 你就会发现 哪怕我们把一张4200万像素的照片 放大到100%所采出来的效果 依然没有办法和镜射镜所拍出来的效果 去相提并论 这种质感、锐度以及景深的感觉 是依靠裁切远远达不到的 并且这个是一张4200万像素的高清的照片 在拍摄的时候 建议大家把镜头的光圈设置在F8-F16左右 这样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像质量 并且有足够的景深 可能很多人都会喜欢大光圈的 这种背景虚化的效果 但是在微距摄影当中 哪怕是F16 它的景深依然是非常非常的浅 所以要通过收光圈的方式去拍摄 才能够获得足够的景深和成像质量 并且收了光圈之后 快门速度通常都会比较低 建议大家使用三脚架去拍摄 保证清晰度 在这种放大倍率达到1比1之类的 特别大的放大倍率的拍摄的时候 请一定使用手动对焦 因为自动对焦很难在这些细微的主体之间 去进行判断 比如说是对在哪一片花瓣上面 或者是对在昆虫的复眼的哪一个位置 这些都需要更精准的手动对焦才能够完成 如果大家使用的是微单相机 可以放大对焦点 可以把对焦点放大到一个比较高的倍率 然后再慢慢的手动对焦 虽然会慢一些 但是你看到的画面的细节和质感 绝对会让你赞叹不已 现在这支耐斯的镜射镜 安装在70-200F4的镜头上面 工作距离差不多是22-30厘米左右 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去进行曝光 尤其是配合现在非常流行的LED灯 可以很灵活的去进行光线的控制 得到很好的画质和光线质感的照片 其实厂家在设计这个镜射镜的时候 已经把我们这些方方面面的拍摄需求 考虑进去了 这一点是非常人性化的 好了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支耐斯镜射镜的特点 首先它非常的轻便 价格也很便宜 我们可以没有太多的负担 就可以在已有的镜头上面 去体验微距镜头的拍摄美丽 同时我们也不需要再单独带一只微距镜头出门 这对于像我们这些 有时需要拍摄一些生态类的旅行摄影师来说 大大减轻了负担 对于许多有拍摄产品进物需求 尤其是像淘宝微店卖家来说 多一个镜射镜 也可以去拍摄到产品本身的细节质感 能够大大增加产品照片的说服力 中心画质和边缘画质都非常的不错 并且色彩准确 胶外虚化柔和舒服 整体在成像质量方面 没有什么太多需要去担忧的 套装里面也包含了多个滤镜尺寸的转接环 所以能够非常方便的去适配 我们手边不同滤镜规格的镜头 那么这支镜射镜有一个使用上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它和微距镜头在拍摄的体验感 还是会稍稍有一些不同 因为微距镜头是专门为了拍摄高放大倍率的照片来设计的 所以它在对焦形成上面会做得更加的细致 也就是说我转动对焦环的形成会比较的大 但是对焦的移动量会比较的小便于精确的控制对焦距离 而镜射镜是安装在普通的长焦镜头上面 对焦形成是原本那支镜头提供的 而它并不是为了微距拍摄专门设计的 所以在手动对焦的时候轻轻转动一点点对焦环 焦点就有可能跑的会比较的快 这个是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别 那么镜射镜的操作体验和微距镜头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 当然了对于一个售价780块钱的微距镜射镜头来说 这样的体验和画质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 我不能去和一个10倍价格的微距镜头去做这样子的对比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镜头也感兴趣的话 我们左手后院淘宝店也联合了耐斯 进行了全网首发 大家可以扫码直接下单购买 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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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